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 有何保障 我選你當總統 我選你當衛福部長 就是要保障我們的生命安全 不是嗎 怎麼會有這種政府 說我們疫苗夠了 請問一下夠了 那3000萬什麼時候到 柯文哲的市長講得沒錯 你告訴我什麼時候到 你告訴我哪一個疫苗到 假使你這一千萬的疫苗 你的國產疫苗高端 但是佔了500萬 我告訴你 你施打力會更低 台灣有需要這樣子 浪費我們自己的錢 跟我們時間 在等這個國產疫苗嗎 人們不能等 人民不能等 我算給大家看 要經過兩個禮拜才開始抗體 用100天來算 90天來算 一天死10個 還要死1000個 加持這1000個人 是你的朋友 你的自信 我想台灣百姓 絕對不能夠忍耐 也忍受不了 本來好好的一場 可以做得更好的一個防疫 就是因為你的偏執 你的獨裁 你不願意接受人家的勸告 一股心所造成的 所以蔡英文你講對了 所有的疫苗都要經過 中央的統籌 沒有錯 是因為中央統籌以後 有所謂的緊急授錢的問題 有一個冷鏈的問題 這確實要中央統籌 可是你不能夠 先讓我們百姓 透過各種管道 或是各個縣市政府 所謂公正的單位 去給他拿到疫苗以後 你再來做一種幫助 不是更好嗎 也就是冷鏈跟緊急授錢 你可以參與 你身為一個中央政府 你不是在卡地方政府啊